对于迪拜很多人的印象是空气中都是烧钱的味道 而迪拜现在正在建的旋转大厦又再次刷新了很多人对建筑的认知 这座旋转大厦是世界上首个四地建筑 也是首个锋利发电旋转大厦 这项设计由意大利建筑师David提出 高约420米共80层耗资3亿美元 于2008年开始动工预计2020年完工 据说效果十分炫酷 先来感受一下它的魅力吧 大厦最大的特点是它可以360度旋转 每层自转的同时从外部看大厦也在不停旋转 360度全角度旋转 24小时全天候观景 想看迪拜全景也不是梦 在房间里泡个澡也能仰望星空 大厦旋转起来时不同景色尽收眼底 有太阳的日子里沐浴阳光 看夜景更是美道飞起 那在这么炫酷的大楼里是否会感觉眩晕呢 答案是不会 因为大楼的转速非常慢 以至于甚至不会感觉到 有意思的是它还能被声控 只要说出命令快一点慢一点 速度一速度二的口令 大厦转速就近在掌控之中 除了外形十分炫酷之外 大厦还解决了地球人纠结的终极问题 房子的坐北朝南 不论方位 旋转可以让阳光流转起来 除了普通的住宿功能 大厦还包含办公酒店等功能 充满全面又独特的服务和设施 那如此逆天的设计又是如何完成的呢 旋转大厦以一个圆柱形的核心结构为中心 由数个扇形结构结合 每一层楼板由单独的片状结构组成 楼板之间装置了风力涡轮设备 多达79个卧室风力发电机 和屋顶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板 实现了电力的自给自足 剩余电能储存在每户住宅的太阳能电池中 足够支持五栋相同规模建筑的用电需要 这样设施齐全良好 发电方式节能又环保 设计烧脑又炫酷的房屋 造价当然也相当不菲 听说每间套房造价都在3000万美元左右 果然从价格到造型都很迪拜啊 留学的真相 故事不一样